和大家看一段影片 说说到底在说什么 这个在加索地带 有些国家开始凶头一些 物资 我们现在看到在盈光中间有个飞机 飞机正在飞 然后你会看到飞机尾开始 有些黑色点点 飞机尾开始凶头一些物资 可惜这些凶头下来的物资 我觉得它的降落速度太快了 现在画面很震动 因为我相信 那个影响我走进去看 这个有个直接跌下来的 不是 降落伞没有开 很多我发觉它也有很多降落伞 是有问题的 但它下跌的速度其实真的有些太快 打到人 在这边有美国的CBS 新闻对话 在这个空头一些A package 救回物资的时候 有五个人是被杀的 因为那个 降落伞 就没有打开 这个来自 美国的CBS那边的 新闻 这里反映出什么呢 第一 这个空头 这些这样的 物资 量是很有限的 这是第一 第二 他们 这些这样的空头物资 那个的降落伞 很明显 太小 没有办法是可以 承载起 那个的 包裹 那个东西 这个就是用那个 角落伞的大小问题 第三 竟然可以 那些角落伞 不打开 这个反映出 就是那个 在美国那边 应该说 他们那个的 各种各样的 他们的 能力 或者是 质量 是非常大问题 角落伞一个很重要的 如果你的 角落伞是打不开的话 如果你是一个散兵的话 那就是死人的 虽然你说 我空头的 物资 没那么重要 但其实 现在 就算你是什么情况之下 呢 那个 角落伞 打不开 这个就是 跟他们 现在反映出来 美国那些人 做事 的态度 还有 质量 是非常大问题